联合国安理会上针对中东国家提出的桥案表决 尽管15国中有13票赞成英国弃权 但常任理事国美国却一票反对否决以哈立即停火案 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伍德表示 战时停火只会孕育下一场战争而非永久停火 更对定哈马斯无意寻求和平因此挡下停火案 以色列在加萨全境轰炸南加萨同样成为目标 而以哈停火再度因美国否决失败 大陆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就公开抨击美国的行为非常虚伪 一边纵容战事延续 一边把保护妇女儿童 保护人权挂在嘴边 这也是极其虚伪的 张军表达极大失望遗憾 虽然没有点名美国 但指出一边纵容战事延续 就是自相矛盾自欺欺人 让世界再次见证什么是双标 加萨情势只有立即停火才能挽救生命 而与会的巴勒斯坦代表 更在美国否决后再度在安理会上表达 这是悲伤的一天 记者综合报导